各位观众大家好 放假最后天气那么热 有什么活动值得去做呢 就不是北上消费 就是一个活动是几好的 又不用钱 男女老少都没问题的 就是去太子花区赏花了 未订阅的观众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跟我一起去花区看花了 Let's go 在太子站B1出口 沿着这个花区向前行 大概行5分钟就到了 来到这个通水街的位置 向前行就是太子花区 有一间叶大雨林 我都经常在这边买花的 有些店铺在户外的 反而有些店铺是漂亮点点的 有两三层看得舒服点 现在过去前面看一看 一只都ok 二十几元盘而已 哇 这些花更便宜啊 十几元而已 整间花店都有三层的 下面卖花 上面卖一些装饰品摆设 我进去爽一下先 这间店铺里面选择品族都很多的 这间店铺里面选择品族都很多的 那旁边有人在直播着 旁边有一间叫佳佳花店 情人节或者是那些纪念日 很多时候都在这边买花的 大概二百多三百元 话说我以前和我老婆求婚 都是在这间佳佳花店买花的 最便宜才是一百元一宅 去回前面看看有什么买 先去回前面看看有什么买 先去回前面看看有什么买 原来这间奔婚是连着几间商铺的 刚刚最先介绍就是一些植物的 旁边就是买些盆栽 旁边就是买些化肥那种的 那其实有时自己买一盆栽 回去自己设计一下都挺正的 很多时候植物都需要打理 买些化肥 因为化肥都是讲究的 有不同的植物 需要不同的化肥 和不同的土壤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它的店铺里是在那边 一直到这边都是它的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 久不久会过来走一走呢 话说很久以前我和我妈 会过来这片行花区的 我阳台现在种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有时都帮它淋水 和久不久要过来买一些花 去换一换的 让我带大家进去这两间 的花店进去看一看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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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有好几间花店 这边也有好几间花店 那这花都挺漂亮的 入到里面又不是说很晒的 都挺凉爽的 这样逐间逐间去看一下 好像开箱那样 都挺特别的 那很多人都 都买到心头豪 直接叫拉拉姆送花 一次过买很多的花 就回家 前面见到这间就是小店 那买着 公仔粒 几元粒 装饰一下都挺好 我们继续向前行 都见到不少男士过来买花的 对面有一间天神村 买一些盆藝的装饰 摆设 都挺漂亮的 那就免得进去拍摄了 那在外面 拍给大家看一看 有些蓝 有些公仔 有些花盆 等等的 挺漂亮的 在花区内街里面 那些店铺 比较晒间少少的 假日呢 那些人都过来买花 有时看那些花 帮忙的植物 他人特别精神 这间店叫花粉热 是有些植物 分假 礼品 咖啡馆 生活 工作坊都有的 那貌似里面呢 有间咖啡馆 可以探吓咖啡的 那就不方便拍摄了 我发觉呢 几多花店都做得好美的 同时冷气十分之旧 走得好舒服 这边呢 还有罗汉松 加油罗汉松 细细不会窮啊 实际上我家呢 都买了棵落岸松 不过要常常淋水 因为它都几索水的 而且呢 棵落岸松呢 生到成米那么高 那倒回去 外面就是街外面了 就是太子道西这个位置 那外面呢 都花点都很多的 今天净好彩啊 现在的云呢 遮着太阳 不晒的 走得净舒服 累累带大家 逐渐逐渐渐望 周圍市的女生 有练果 农花店呢 超多 在外街内街都超多 還有一些橫街宅行也有很多花店 要看的話 看一整個午夜都看不完 向前走看看 其實有時候不用一下下上深圳的 久不久過來花區走一下 買一花都幾正 新舖開業 叫營藝坊 大家可以過來試試一下 整體上覺得今天花區值得大家過來走一走 人流都幾熱鬧 有不同的花對花的認識 因為走了花開而多了認知 過來看花也是一個上深月木的事情 可以放鬆一下心情 還有現在很多花店都裝飾得很漂亮 很文藝那種 冷氣都很足夠的 走下來很舒服的 或者很多觀眾會認為 看花都是一些媽級才去看花 都見到很多年輕人都去看花 看不一定買 看完呢 上深月木 賺回舊本 但是冷氣都一個不錯的選擇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